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在俄罗斯工兵集团瓦格纳 从乌克兰东部城市巴格木特撤离后 瓦格纳与车臣部队这两个俄最强大的军阀之间 日益加剧的矛盾已公开化 这也暴露出俄罗斯内部 可能在对乌克兰发动进攻之前存在裂痕 对于接替瓦格纳进入前线的车臣部队 瓦格纳创始人叶弗根尼·普里格金公开怀疑 对方的作战能力 而车臣方面则在社交媒体回击 威胁要让普里格金 见识车臣部队的真实实力 并认为其此前指责俄国防部的做法 是在制造恐慌 据报道 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方面 开始对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格金叫震 这似乎是首次出现这样的公开批评 近几个月以来 随着瓦格纳为俄罗斯 夺取乌东部城市巴格木特立下功劳 普里格金也声名鹤起 但与此同时 瓦格纳与俄罗斯国防部的内部分歧 也在不断加深 普里格金多次指责俄军方 未能给予其充足的弹药 本周早些时候 瓦格纳已撤出了前线城市巴格木特 并由车臣部队接替进入前线作战 然而普里格金对车臣部队在读取整个顿尼茨克地区的能力 表示出了不信任 普里格金在其电报群频道发文评价车臣部队 关于解放各个城镇和村庄 我认为他们有能力这样做 但让他们解放整个顿尼茨克是不值得的 此言一出 卡德罗夫的忠实支持者们意见很大 包括其长期政治盟友亚当·德莱姆·哈诺夫 他威胁要与普里格金亲自会面 这样才能消除对方对车臣部队实力的任何误解 当然 尼茨根尼你不明白这一点 你也不需要明白 德莱姆·哈诺夫在一段 发布在电报群上的视频中说 你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说出我们可以见面的地点 解释你不明白的任何事情 俄联邦车臣共和国议会议长 马格梅德·道多夫也认为 普里格金对俄国防部的抱怨 是在民众当中制造恐慌 值得注意的是 华尔街日报也借此挑拨称 因批评俄军腐败和逼笑 普里格金在俄国内赢得一批支持者 而如今 俄罗斯部署车臣部队接替瓦格纳 可能会削弱普里格金 在战场上和俄罗斯社会中的名望 报道还声称 利用车臣部队接替瓦格纳 克里姆林宫是在使用一石二鸟之计 目的是加剧这两大军阀之间的竞争 并切断卡罗夫与普里格金的关系 当地时间6月1日 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智库战争研究所 在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中称 车臣领导人卡罗夫5月31日表示 他的部队已经收到新命令 将开展部署发起积极的战斗 以解放一系列定居点 此前 车臣部队负责乌克兰东南部 顿涅茨克州的前线 其中远包括俄乌双方拉锯多时的巴格红特 卡罗夫说车臣特种部队正准备 在乌克兰军队发动反攻前 先行发动攻势 战争研究所对此指出 在车臣部队声称重回进攻行动之前 卡罗夫的部下已经近一年 没有参与在乌克兰的高强度作战行动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目前在俄罗斯军队当中 就出现了二虎相争的复杂局面 给俄罗斯总统普京送出一个 十分头疼的难题 这二虎指的就是普京手中的 两大王牌军团 瓦格纳集团和车臣特种部队 在俄乌冲突当中 这两支部队的战绩可以说不分伯众 瓦格纳在刚刚结束的巴格木特战役当中 表现得十分出色 至于车臣部队 更是出现了车臣出征 寸草不生 以及路过的狗都得挨上两巴掌的船眼 可见其作战风格有多凶悍 事实上 在打击乌军亚素营的战斗当中 车臣部队做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 这两支部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其指挥官和领袖都属于普京的嫡系 据悉 瓦格纳集团的创始人普里格金 跟普京有着数十年的友谊 并且还被冠引了普京的厨师这一绰号 而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 则就是普京忠实的小谜弟 有媒体表示 他曾经声称时刻愿意为普京赴死 可见其对俄罗斯总统的忠诚度也是极高的 按理说 这两支同属于普京的嫡系部队 应该和睦相处 携手为普京在乌克兰赢下这场战争 可是 令普京没有料到的是 传得沸沸扬扬的乌克兰大反攻计划 还没开始呢 自己的两大王牌部队就已经互掐起来 车臣部队甚至直接向瓦格纳集团下了战书 表示会让普里格任 见识一下车臣人真正的实力 事情的起因是 在拿下巴格默特之后 瓦格纳也随之撤离前线进行休整 接替他们的正式车臣部队 就在这时 普里格任表达他对车臣部队战斗力的质疑 这一下子引起了包括卡德罗夫在内的 多名车臣官员的不满 据悉 卡德罗夫的支持者们纷纷表示 要和普里格任见面 让对方充分了解一下车臣士兵的战斗力 在分析人士看来 瓦格纳和车臣部队之间的矛盾 说好听点叫一山不容二虎 说难听点就是普京的两大王牌部队在争宠 在刚刚拿下巴格默特之战的胜利之后 瓦格纳俨然已经成了俄罗斯民众眼中的最强部队 这已经让其他部队十分不满 现在却对接替他们的车臣部队大放厥词 一向强硬的车臣人当然会忍不住站出来硬杠 这也从侧面凸显出 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 俄罗斯内部的一些矛盾也随之爆发 部队与部队之间的良性竞争本来是一件好事 可一旦这种竞争变味了 就很可能会导致恶性竞争的出现 甚至还会导致内讧的发生 目前卡德罗夫和普里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普京现在已经焦头烂额 根本没有好办法解决这些内部矛盾 毕竟这两个军团争锋吃醋的目的 是普京屁股下的王座 从双方的态度来看 卡德罗夫之前提到的兄弟已经反目成仇 其实 瓦格纳和车臣部队本就互相不对付 卡德罗夫称普里格金哥哥也是在公众面前的客气话 之前 瓦格纳与俄军官员也曾闹出不愉快 普里格金公然指责俄罗斯国防部长 以及俄军总指挥认为就是他们两个人 导致瓦格纳伤亡惨重 之前 普里格金讲到经过巴格木特一战后 乌军阵亡人数虽然比瓦格纳高出数倍 但是有大量瓦格纳士兵本不应该葬身战场 大雄认为普里格金对车臣部队的能力进行评价 也并非是因为两者之间的矛盾 而是对车臣部队的客观评价 俄乌战场的情况是以炮弹 坦克 火箭炮等武器为主 仅在一个小小的巴格木特 俄乌两军就发射出了上万吨的弹药 如果想夺得更大的地区 没有足够的弹药支撑便很难取胜 而且车臣部队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也不如瓦格纳优秀 这是卡拉多夫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 现在问题摆在了普京面前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就看普京是自断一条臂膀 还是等两个拳头挥向自己脑袋了